馬錫會即將在週六登場 這兩位隔著台灣海峽的國家領導人 在過去的學經歷上被陸媒拿出來比較 還找出了他們年輕時候的照片 來製作他們的那些年 來看一下這位馬總統 這是他年輕時候的照片 事實上馬總統比習近平要年長三歲 他們分別在兩岸成長 兩位在70年代求學的時候 馬總統是畢業於台大法律系 隨後赴美留學 另外一位習近平他是清大化工系畢業的 兩個人後來的最高學歷都是法學博士 在80年代馬總統回國之後 進入黨務裡面工作 他曾經擔任蔣總統金國先生的英文秘書 在國民黨擔任過副秘書長 習近平則在中國共產黨內歷練過河北省書記 在90年代首長經歷上 馬總統曾經擔任首都的市長 民選的市長 習近平則代理過福建省長 後來到2000年以後他升任為福建省長 馬總統則成為了國民黨黨主席 習近平是出任中央政局常委 在進而領導黨並且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 馬西兩個人敬面號稱最高原則就是對等尊嚴 從雙方互稱先生做長桌會談 參序各自付費等等小細節上都可以看得出來 至於兩人見面將談些什麼 馬總統說南海議題雖然沒有被排進議程裡面 但是他也會提出來和習近平當面討論 總統府工作人員已經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準備 趕在總統馬英九抵達新國之前 確保會面細節都要在對等原則下進行 第一次以台灣領導人大陸領導人的身份互動 不用原來的頭銜而互稱先生 這樣子可以達成實質的對等尊嚴 也顯示雙方在處理兩岸事務上的彈性與務實 為了對等會面形式也要講究 雙方各出動七人小組做長桌面對面會談 我方除了總統馬英九 還有國安會秘書長高華柱 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泉 陸委會主委夏立言 副主委吳美紅 國安會滋委邱坤璇 總統府副秘書長肖旭成 大陸以國家主席習近平為首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 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 國務委員楊潔篪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 副主任陳元豐 總書記辦公室主任 丁薛祥隨行 會後還有圓桌晚餐 馬席將肩並肩坐在一起 連費用都各自負擔 不只形式還有對談議題 馬席會並沒有把南海的議題 納入我們的議程當中 不過因為台灣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 在參與國際活動的過程當中 遭遇到不少的困難 我們也經常接到民眾的反應 尤其是NGO這些社團的反應 因此我們也會在這次馬席會當中 把這問題提出來 會談結束之後各自舉辦半小時記者會說明成果 輔方保證實質對等 尊嚴是最重要的原則 這次的馬席會號稱遵循對等模式 但從陸方目前的國際份量和媒體宣傳火力 台灣最後的結果是實質對等或拿到表面對等 在國內選舉和國際版面上恐怕又有一番爭辯 UTN TV 全民兵潘英瑞在新加坡的採訪報導